嗨 各位同学 大家好 我们又开始了这个 2020的这个秋冬 作品展示 这一次呢我们要展示的是 Olympus 的这个 的作品 我们的线上人数现在当然很少 可是呢依据我们的惯例 我们从很久很久以前开始 只要老师开直播 开线上课程我从来都不等学生 时间到开了就开了 那这一次是一个快闪 所以呢我也不等我也不会搞个半个小时 等同学上来上来啊 没有马上开始 所以我们现在马上要介绍的是第一件 这是一件用这个利朵 利朵是这一次的 Olympus的新线啊很漂亮 它是属于小木屋系列 小木屋系列里面的 的毛线 它总共有八个颜色 那我这一次身上穿的是 是701 好701 这件衣服用了八颗 老师的身高是 呃 45度 170 其实是16 169点多了 是45度 170 然后呢 三维呢 当然就是 我也不能骗你们说 100也没有那么大 所以就是 算是 嗯 还算标准 我没有太胖 好那你就知道 我这样子的身高 没有过胖 我也没有过瘦的情况下 七分秀 到这边 七分秀 然后呢 衣长也还不错 这长度也挺棒的 那这个呢 总共用了八颗线 老师手上的这一个颜色是 704是属于比较偏粉红色系的 这个 给同学看一下 这个是偏粉红色系的颜色 那我们总共有八个颜色 八个颜色在这里 八个颜色在这里 这里有八个颜色 这个是 它是 Olympus 是小木屋系列 它是2020年的新的商品 那小木屋系列呢 从初代小木屋 到后续的森林啊 格兰啊 玻璃啊 派勒斯啊 宫廷等等 它一贯都是属于 我们叫做病态毛线 就差不多是用8号针上下的线 那非常好打 非常好吃 那它的风格 大部分都是属于这种柔和的风格啊 它不强烈 它的颜色通通不强烈 很漂亮 100%的梅利诺 一颗线有40公克 40公克 40公尺 两倍骂 40公克 有110亿公尺 所以线算很长哦 一颗线是350块 这件作品需要8颗 所以它的零售价呢 是2800 嗯 老师今天有特别交代哦 有没有说完文案 文案上面有写哦 今天 今天结束前 本来我本来想 本来我们跟那个小帮手 我们在讨论的是说 在这个直播结束前才给优惠 没有现在没有 现在是那个今天结束前 只要完成线 线上ATM转账 完成汇款的同学 我们通通都有给优惠 优惠请你等一下滑贴文看一下 因为坦白说 我根本不知道小帮手写什么 我只知道免预费剩下几%我都不记得了 我也搞不清楚 好 所以这是一款非常漂亮的啊 这个用的是 呃 因为颜色本身就很漂亮 所以它的织法也不难 我们现在看到它是利用上针 好那这边呢是有一点小麻花 那下面做一点麻花的变化 像这种花线 它虽然有横条纹 可是因为它是属于花线 它是好几个颜色混在一股的 所以呢不建议同学啊 其实我不建议同学就是说 织太复杂的花样 因为织太复杂的花样 很有可能就是你的花样 就织的很辛苦 可是什么都看不到 那很可惜 好那它这件衣服用了8号针跟6号针 上面我们都讲生片用8号 下面的螺纹呢 这个部分用6号针 我讲的是日规啊 日本规格 6号跟8号 然后呢 这件衣服胸围100 胸围100 衣服胸围100 不是我 好然后它的衣长57.5号 所以衣服你看这长度是很不错的 绣长38公分 所以这是属于七分袖的绣款 那七分袖其实在这个天气 其实不要讲说这个天气 秋天冬天它都很好穿 为什么 因为它很好做事 像我们如果打电脑 你这个手在办公桌上磨磨磨磨磨 你的衣服就会起很多毛球 可是因为它做七分袖 所以这个地方 它不会因为你去摩擦你的桌面 产生很多的毛球 所以它非常的实穿 又保暖又实穿 好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七分袖的套头上衣 这个是用利朵发现 那我们接下来直接又要开始 老师又要开始当场穿头 小防手的手来 把我拉衣服 我要开始换第二件 那第二件呢 是一个背心 它是背心 也是用利朵 谢谢 小防手 谢谢 它也是用利朵 也是用利朵 它也用八颗 可是这件衣服呢 我穿会有点大 因为它原本设定的是男生的尺寸 好 这个是男生的尺寸 所以它有点大 好 我的头发又开始乱了 等下我的那个设计师 又要开始发 花轰 他等下看到直播又要花轰 他说我帮了这么 那个花了那么长时间 把你卷成小甜甜 好 现在开始已经 我的头发这么卷 好 他卷得很辛苦 卷了一个下午 我脱两件衣服就完了 他等下又要生气了 我帮你卷那么久 好 这件衣服呢 好 它是那个 呃 男士背心 这是一个男士背心 也是用利朵花的嘛 利朵花毛线 然后呢 也是小木屋系列 好 他也是用八颗 然后呢 当然啦 都跟刚才一样就是 线材都一样 只是颜色不同 好 这就是老师要说的 你会发现这个纹路很漂亮 好 完成这一步 好 不是叫你看我胸部 好 没有用 我胸部也没有很大 再看也看不到 然后我是要叫你看的是 这样子它织成菱形格纹 好 这是菱形格纹 花了很多时间 做了很多的菱形格纹 可是呢 很可惜的就是 它这个菱形格纹 可以很清楚 还可以看到有点立体的感觉 是因为这是利用 扭针的一目交叉的麻花 它可以做出立体的格纹 然后支在上针 好上针 我们整间一幅圆针上是上针 可是只要碰到交叉的麻花 在上面那一针都是支扭针 在下面的两针交叉的麻花 我们讲过 好你们的方向 两针交叉 我现在这手在上 我这手在后 两针交叉的麻花 在上的这一支支扭下针 在后面的支上针 就会产生像这样子的立体的花纹 所以很清楚的菱形的格纹 就会出来了 那这件衣服非常的大 这件衣服很大 我再看一下它的尺寸是多少 那个尺寸 好这件衣服呢 它呢是胸围100 然后呢衣长64.5 这是属于胸围100 所以你就知道 这个不是很壮的男生 这是属于M size的男生穿的 那64.5公分 其实你看夏老师身高 一百四十五六一百七的情况之下 其实这件衣服长度是很漂亮的 所以跟老师差不多高 然后呢比我胖一点的 或比我稍微再身材修长一点的男生 这件衣服很适合 八颗线2800 很便宜嘛 现在开始马上订购 圣诞节你的礼物就出来了 你又不用花太多时间 一下就吃完了 对不对 这很简单 救过团我们都会教 好 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件作品了 快点来帮我 诶可以不用脱不用脱不用脱 可以继续穿着 这个呢是一个 我看到这个帽子的时候呢 我当时呢跟厂商讲说 不好意思啊 实在是笑到一个 眼泪都要飙出来 因为呢 我当时看到这个作品的时候 我觉得 他实在太可爱了 我们通常帽子的头顶 不是都会做球球吗 做蓬蓬 他这个 他这次做的是流苏 你们很可爱 然后呢 因为他做流苏 我就一直会去想到 那个韩国人 那个头会去甩 好像不是戴一个帽子 然后吃韩国人 对不对 他头上会有个东西 会一直甩一直甩一直甩 我就一直想到那个东西 然后呢 我就跟我的小放手说 我今天一定要戴这个帽子 然后我一定要甩甩 看看他会怎样 不过这个帽子 好像对我来讲 有点小 对是小童帽 小孩的帽子 所以有点小 可是他还是会晃啊 所以小孩戴起来很可爱 好 那老师今天是那个小甜甜头 所以呢 应该戴起来也很好笑 我现在是娱乐大家 好 他这个是个小孩的 小孩的帽子 好 这是一个小孩的小童帽 好 再给你看哦 然后呢 然后呢 其实其实戴帽子 我老师一直在讲 很多同学 昨天老师在上课的时候 还有同学说 啊老师我不会戴帽子 我就戴帽子都不好看 为什么老师戴帽子都不好看 因为第一个帽子 请你记得老师有教过啊 在老师的课堂上都有教过 帽子要戴到眉毛上方 你不要戴到遮眉毛 因为你的眉毛是画的 等一下你帽子拿起来 眉毛就不见了 记得帽子戴到眉毛上方 就可以了 然后呢 因为这是小孩的 所以我不能再往下戴了 然后呢 这个这一颗呢 你看看视频是很古人的 那个 就可以一直甩 他有没有甩 有没有甩到 有甩到 对啊因为觉得像韩国人 我就觉得 我当时看到这帽子 我已经不行了 我就是觉得 这个我一定 虽然我觉得 大人戴这个会有点好笑 可是我觉得 我一定要甩给你们看 因为甩太可爱了 然后 他只用一颗线 小孩的啊 这是小孩子的 一颗线 好这只有用一颗线 嗯 也是小木 也是刚刚那个利朵 那这很便宜啊 三百五十块一颗线 你就可以做完了 这一颗线就做完 大人了 麻烦你这大一点 可能要用到一颗多 一颗多的话 坦白说 我的建议就是你买三颗 可以吃两顶 好 就真可爱 我就每次觉得 帽子很好笑 好 这个就是 努力朵花毛线的系列 那我们接下来 要介绍的是 派尔 派尔毛线 然后呢 这次真的要脱衣服 来小帮手拿一下 好我们这一次要看的是 派尔毛线的作品 派尔毛线的作品呢 它是纸 先从 谢谢 也是一个帽子 很漂亮 这一颗呢 用两颗线 然后是一个灰色的 只有利用上下针 跟麻花 就可以做出这个帽子 很漂亮 这个帽子很漂亮 派尔毛线也是今年的新线 它总共有八个颜色 也是八个颜色 一颗三百七 然后这是大人的 所以用了两颗 我先把它戴起来给同学看一下 我们先把它戴起来 你看这帽子都还扁扁的 因为呢 刚刚从塑胶袋里面拿出来 厂商 厂商那个带来让我示范给同学看 所以呢 好 就这样 好 有同学说老师是不是贝蕾帽 其实也不算啊 你看你我银带很下面 我银带几乎都戴到底了 好我几乎戴到底了 其实它其实也可以不算是贝蕾帽 好这样也很漂亮很搞的 很像那种时候说Ski Ski打滑雪滑雪的时候戴的帽子 好因为这样戴的小的好处是什么 因为风吹的时候头发不会乱跑 好所以这个这种帽子其实蛮好戴的 这个是派尔毛线 派尔毛线一共有八个颜色 在这边很漂亮 我这次戴的是七号是灰色 它有白色啊米色啊黄色 哦这黄很漂亮芥末黄超美 然后就算枣红色 然后有一个蓝色 好这是水蓝色 绿色墨绿灰色跟深蓝色 这个不是黑哦 八号是深蓝色很漂亮 它也是百分之九十七的美利诺 可是呢另外三%是什么 不是尼龙不是polyester 不是奶龙不是polyester 也不是压克力 另外三%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 叫做胶原蛋白纤维 所以它会让你越带越漂亮吗 我不知道可是东西很不错 好我们来看一下厂商的说明的介绍 它说用很传统的宿色线 除了触感舒服当然了 美利诺的线当然触感舒服咯 它添加了胶原蛋白纤维 让排汗性抗意味性都比传统的纤维更优秀 排汗性跟抗意味 这件事情很重要为什么 帽子呢 其实你会知道为什么老外很爱戴帽子 因为尤其像这种帽型 在50年代60年代很多人喜欢戴 为什么 因为除了压头发之外 还有一个就是因为那时候在二次世界大战过后 民生物资很缺乏 那很缺乏的情况之下呢 他们没有办法天天洗头发 所以这真的真的有这个说法 所以他会戴帽子把头发压住 好这个是真的 姑且不管过去的历史 我们讲现在在台湾 你帽子戴一天你热不热 热你会不会流汗 你一定会流汗 那你流汗会不会有头发的 法的味道 头发的味道 你可能会有头流汗 头皮流汗的味道 你可能会有自己身体的味道 所以呢 参加了这个胶原蛋白之后 这个线呢 它的抗抑味性跟排汗性都特别好 好 讲到排汗性 同学有时候会说 老师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颗三百多块钱的这种 梅利诺的线来做衣服呢 做帽子呢 为什么我不能直接用压克力线 我不能直接用那个比较便宜的一颗不到一百块钱的线来做 不就好了吗 我干嘛要用这么贵的 理由很简单啊 因为只有美利诺的线 只有美利诺的线 它是透气 不会闷 好 保暖 它会保暖 可是呢 它不会让你热到闷热 保暖的定义是什么 它在你冷的时候 它可以帮你聚暖 可是呢 当你过暖的时候 它也会有散热的效果 所以它的排汗性是好的 可是如果是压克力线 它只会有什么 它聚暖很快 可是它散热不易 所以你会发现 压克力的线 戴下去 好暖哦 好软 很软 然后也好暖 可是呢 戴不久 因为你戴在头会很热 会闷热 你就会想把它拿掉了 然后那一拿掉你就不知道放在哪里 然后帽子就不见了 然后因为它很便宜 你又不会心疼 就丢了 那当你戴这么贵的 你看我看你还会不会敢乱扔 等一下不见了 三百多块 三百多块不是问题 重点是什么 我们的编织的 手工艺的这些同学都知道编者织女 织女是什么 编织的时候都是把我们的心血织进去 所以其实是心力无价 收到作品的时候 我们都很希望对方是喜欢这个作品的 所以我们接下来要看下一个作品了 下一个作品很好玩 用两个颜色了 那也是用派尔毛线 也是派尔毛线 这个毛线呢 它一共是用三颗加两颗 三颗加两颗 我用都比二 三颗加两颗 所以你可以任选两个你喜欢的颜色来配 不见得一定要配到白色 其实像这种围巾 你现在看它好像觉得没什么 条纹嘛 有什么了不起的 亲爱的 注意看 你会看到纹路 有没有看到 你们有没有看到纹路 看到了没 有没有看到这个纹路 立体的纹路 有没有看到 我来看一下 我的镜头有没有让你看到 我有没有看到 有没有看到下面这边有圆圈圈 有没有 好 这样看不清楚 我来看背面 有没有看到圆圈圈 有没有 这里有圆圈圈圈圈圈圈 我从镜头上都看到了 有没有 好 这是背面 这个是背面 背面都会看到圆圈圈 有没有看到 这个是差不多在 好像老师吧 我自己的社团 大概在两年前还是三年前 我在我的救国团班上 我就已经教过 当年我们用的是浪的毛线 瑞士浪的毛线 我们就织过 从横纹 从这边一路织过去 织过去的时候 在这个地方会产生立体花样 只有用到起伏针 下针 跟上针 起伏针就是下针跟上针 你根本没有别的花样 简单的不得了 重点是你要按照他的织图做 那这个作品的织图其实很简单 不难 那总长度是165公分长 宽26公分 围巾其实这样就够了 165公分 给同学一个建议 围巾不要织太短 围巾不要织太短 为什么 织太短的话 你的围巾会不够围 165公分你才够这样 懂吗 165公分你才够围过来 好 这样看起来 我不知道你们看得出来 从镜头能不能看出来 它有个立体的花样 有没有看出来 好吧 我也不管 有没有看出来了 反正 反正它有就对了 它真的有嘛 你这个很清楚 背面很清楚 其实它正面 它是有一个方向性 其实这个倒一倒你就会看到 它有没有 这样看你就看到一个圈圈了 这样看我从镜头看 可以看到一个圈圈 它其实是利用上下针的编排不同的位置 它会产生立体的花样 那这一组派尔毛线呢 它除了做背心啦 围巾啦 帽子啦 它还有手套 下一个是不是手套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手套 它的手套也是用这个方法做的 那这个手套呢 是所谓的 手套用一个颜色各一颗 两颗线就可以做完了 那它有做手动 它有做手动 好有没有看到 这有手动 好手可以出来 好这里有手动 好有手动的 好有手动的 好有手动 那它其实也是有纹路 只是不知道你们能不能看 诶诶这样看 你们看到看到了没看到了没 看到了没 三角形 有没有看到 我在镜头里面已经看到了 你们看到了没 我希望大家同学底下都有回忧 有没有看到三角形吗 有没有 镜头这样 这个方向 我不是叫你们看我的指甲 我是叫你们看镜 看那个 老师很爱做指甲 只有指甲上次弄一堆角落生物 结果同学在上课的时候 后来上完之后跟我说 老师我只看你指甲上的角落生物 我都忘记要看影片 好 接着来看看 很漂亮 这个叫立体花样 它除了可以做衣服 我老师已经都教过的衣服之外 它也可以做背心 那也可以做围巾 枝图很简单 照枝图做完全照它做 你就能做出来了 非常非常漂亮 接下来呢 我们这个是一个也是今年的新鲜 叫做菲诺菲诺 好那这是一件很漂亮的 开金的 好这是一件开金的 前开金的背心 前开金的女士 Lady Best 女士背心 所以这一颗扣子 没有很多 只有一颗扣子 只有一颗扣子 有没有很漂亮 然后呢 侧边开叉 有没有看到侧边有开叉 所以其实你还可以做什么 如果你还可以做变化 你可以做成什么 前短后长也很漂亮 有没有 前短后长也很美 有没有看到 如果你做成前短后长也很漂亮 那这件是长版的 长版很好看 那它其实做开叉 是有修饰的功能 为什么 因为它会让你看起来显瘦 然后呢 腿会显得很长 所以这是开叉的设计 这个菲诺呢 一共有五个颜色 一颗是 五个颜色 一颗290 那这一件背心用八颗 它的成分是 51%的 幼羊毛的毛海 幼羊毛的毛海 幼羊毛海 跟40%的美利诺 还有9%的奶龙 这个有加奶龙 为什么 因为如果不加一点点尼龙进去的话 它会没有办法 看一下 百分之十 百分之幼毛海 51% 嗯 摩黑乳 没错 它真的是用那个小孩 小孩的 小羊的 小幼 它就翻成幼童的幼 幼毛海 然后乌乳 那个毛40 然后有9%的奶龙 加9%的奶龙 加了一点点奶龙 它的衣服比较不会变形 洗了比较不会缩水 好 其实理由就这样 那因为直地轻盈的毛海 它可以当主线 直接当编织的主线 你不用另外再配线 好 我们有的时候毛海都会去跟主色 像刚才的那个派尔 有的时候我们会去跟素色线搭配 让整件衣服有柔柔的感觉 可是其实植料好的毛海 它可以单单独单独编织 单独编织 就可以变成一件很漂亮的背心 那这件衣服呢 准备的扣子只有一个 这个扣子直径3公分 我们用7号磅针 两个7号磅针就能做 这件背心的胸围105 然后呢 长度74公分 所以这是一个长版背心 你看长度74公分 没什么花啦 就是 就是并针挂针而已 对 只有并针挂针 然后一针变三针 好 就这样 没了很简单 也很简单 我们救国团都会教 好 这个就是菲诺 好 我们接下来呢 要看的是另外一件 叫做蜜雪儿发现 蜜雪儿 这件衣服呢很美 好 我先穿给同学看啊 这件衣服真的很漂亮 好 我好热啊 蜜雪儿发现 来我们看一下 先穿给同学看 这件是一个 你会发现这里很长 这一个呢 作品呢 它这个地方 做成有点像围巾的感觉 所以它的潜力 做的有厚度 这个潜力做的有厚度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那个说明 这件衣服呢 一共有八个颜色 有八个颜色 那嗯 我们在 老师我们手上拿到的木有九个颜色 可是在公司的网站上 只看到八个颜色 可能是新色 嗯 这里面用了 蜜雪儿用七颗 派勒斯用四颗 所以它是两种线一起织的 两种线一起织 作品的材料包 七颗加四颗 一共是3470块 这是材料包的费用 蜜雪儿呢 蜜雪儿这个线呢 它是轻盈的线体 它线体很轻 然后它有漸层 蜜雪儿有漸层 所以呢 再加上有一点点圈圈纱 所以它织起来的花样 会很有立体感 所以会很漂亮 那它的成分是 51的羊毛 15%的压克力 让它不要 不会缩水 压克力在这边的目的 压克力线 同学不要听到压克力 就说老师我不用压克力 我也没有说过压克力不好啊 虽然的确很多的线便宜是压克力线 可是 其实好的压克力线 压克力也有分等级 就跟你去吃 我这样讲会有点 要被贵族世家嘛 贵族世家吃牛排 跟到西华的饭店吃牛排 美孚吃牛排 是不一样的 虽然都叫吃牛排 让你懂了吗 压克力也有分 那个等级的压克力跟这个等级的压克力不同 好 所以呢 材质不同 价钱不同 支出来的效果就会不一样 那它这里面还有加上蚕丝7% 还有鸵羊毛7% 那讲到鸵羊毛 好 像我们这边讲到了 你看7% 7% 10% 10% 25% 什么15% 我说实话 只有日本线 老师目前来讲 我觉得只有国外大厂 大品牌的毛线 它可以把所有成分 尽尽处处标示给你知道 而且它们的毛线真的就是这些成分 真的就是这些成分 坦白说 我们有的时候 我都跟同学讲 今天你拿到一颗线 他跟你说 我这里面有Cashmere 有含50%Cashmere 你摸得出来吗 跟100%Cashmere 跟30%Cashmere 你摸得出来吗 同学以你们的程度 你们是摸不出来的啦 所以 应该这样讲啦 开玩笑 我们严肃的说 因为你们不常常摸这些线材 你们不是专业的 我们大家都打好玩了嘛 干嘛拼命呢 对不对 所以 你很有可能 你买到了一颗线 觉得很软很软很舒服 然后老板跟你说 这个是有含多少多少的Cashmere 可是行家拿在手上 就会发现 你确定有那么多Cashmere 因为Cashmere 含量越高越贵 这样你就懂了吧 所以 老师在我的教室 还有我在介绍这些商品的时候 为什么我都去介绍有厂牌的 大厂的 因为很简单 他们的商品有口碑 所以商品会说话 好 那 派勒斯 刚刚就讲过了嘛 那你好用的 厂商的介绍 我们还是念一下好了 简单一句话 超好用的病态毛线 很多人喜欢美利诺的羊毛 它很柔软 但是美利诺的缺点就是会什么 比较重 美利诺比较重 所以欧林帕斯 它特选乌拉圭的超清纤维美利诺 再经过去油脂的加工 保留美利诺的柔软 但是轻盈不笨重 这是这一次派勒斯毛线 很重要的一个优点 它比传统的美利诺线要轻 然后呢 唇毛毛线下水以后 是不是很容易缩水 你们都碰过吧 对不对 我也碰过啊 因为我也曾经遇过那个毛线 就不小心就下水了 下水以后就开始后悔了 下水以后就后悔了 然后呢 那 要做防缩加工 现在的毛线的制程 都已经有防缩加工这些制程 所以他们的毛线已经做得很好了 那它的手感还是非常好 那磅针6号到8号是最常使用的粗细 所以啦 你不管是用帽子围巾衣服都很好用 好问题在这里了 配色要均匀 比重要拿捏的好 这个就是专家才做得到 一般人是比较做不到的啦 不过也没有关系啦 老师会教你啊 在老师的班上 我们都会教怎么穿衣服 怎么配色 好这在我的班上我们都会教 我们泰瑞莎编制教师都会教 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件衣服 这件衣服在刚刚讲前例的部分 是不是都条纹状 它的后背呢 有花样 它的后背是有花样的 所以老师再穿一次 所以这件衣服好玩是好玩在 它的潜力看起来好像很厚重 一个大围巾的感觉 可是其实一点都不重 因为它很轻 所以你看这件衣服在这个地方 它是垂直花样 所以看起来人会怎样 修长 可是只有这样子是不是很单调 所以后背 你看是不是很美 所以后背这一片是有花样的 那也有同学说 老师那这个东西只能这样穿吗 当然不咯 我们也可以反过来穿啊 反过来穿就是把这个部分当成上面 你们都不知道老师很会教你们乱穿衣服吧 我现在穿给你看 我真的很会乱穿衣服 我把刚刚的下摆拿来当 拿来当上面穿 刚刚的长的直条纹的地方 在我的后背变横纹 我刚刚后背的花样 是不是就会变成一个什么 像围巾 然后我这边只要刚刚有一个什么别针 把它稍微别住就很漂亮 就算没别针这样也很美 就算没别针 这样也是另外一种穿法 所以不管你是那样穿这样穿 都很好看 所以一件衣服两种穿法 不错吧 好 我们接下来下一件作品呢 是 袜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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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lympus的萨克断染 这个是总共有14个颜色 在网站可以看到14个颜色 可是我们目楼有17色 因为今年有出新色 191颗 那这个袜子要用到三颗线 美丽诺70% 尼龙30% 一颗线25公克 98公尺 磅针使用大概5到6毫 好 那萨克因为做袜子 做袜子 萨克做袜子 所以它的颜色很缤纷 我不是不爱浇袜子 其实我当然会织袜子 哪一个编织老师不会织袜子 应该每个编织老师都会织袜子吧 那 可是我不爱浇 为什么呢 因为我总觉得袜子很不实用 非常不实用 因为呢 因为我们的镜头是不是要跟着往下 因为我坐下来就会看不到我了 可能就把这个往下转 这个往下转 它就会往下 只是纸就会下来了 因为老师呢 这个袜子呢 老师为了拍这个影片 特别去把脚洗得很干净 所以厂商不要担心 我有特别把脚洗得很干净 才敢示范 好我才敢示范 原来这样就可以了 毕竟老师曾经小时候练过舞蹈 我的脚还是可以举得很高的 这样看得到吗 裙子脚下去 这样看得到我的脚了吗 这是我的脚后跟 这是脚后跟 这是脚底板 讲错的脚底板 这样 这什么鬼 这样 这样看得到吗 好这样看得到 好这样 这个是脚的側面 这个是正面 有没有看到 这样子可以吗 都看到了 好我可以举下来了 这个线上课程 才会整死人真的 这个线上展示 还要能够把自己 那个 出卖自己的大腿 让你裤子都掉下去 好那 最一个就是袜子 好这个是袜子 那 袜子 袜子 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亲爱的同学们 袜子要吃几只 两只 不要再问我袜子吃几只了 我们在班上吃的同学问我 老师 袖子吃几只 袖子当然吃两只啊 对不对 那袜子要吃几个 当然两个咯 手套吃几个 当然是两个咯 好 当然啦 那如果你 你也可以吃一个 那就是变成什么 圣诞节挂在墙壁上的挂石 那也很漂亮 好那这个就是 也很简单不难 萨克 萨克呢有 颜色很多 一颗一百九 你看它全部断染线 非常漂亮 非常漂亮 好 然后那个尼龙防缩嘛 所以百分之三十的 尼尼 25公克 98公尺 很不错 这个是袜子 接下来呢 我们要看的是 梅可 梅可呢很可爱啊 梅可 已经是出来很多年的线了啊 销售十多年的经典商品 它的色彩非常活泼 而且很有变化 那网站有22个颜色 那我们最新的目录呢 已经到26个颜色了 已经到了26个颜色 一颗220 这个微薄用三颗 好 这个微薄用三颗 在这个微薄的时候 我也是很想笑 我觉得 我为什么不能直接这样 哈哈哈哈 我觉得 当成法带也很好看啊 是不是 这样也很好看啊 我为什么一定要当微薄 可是对不起 人家是微薄 这不是帽子啦 这是微薄 可是呢 我的头发毁了 我的长尼大师 不要恨我 我的头发也乱了 来 祝微薄三颗 坐在这里 有没有很可爱 就这样 颜色变化很多 它不是配色哦 这不是配色 是本来颜色就这么多了 所以只用三颗 那它一颗是25公克 62公尺 毛是90% 毛海有10% 有10%的毛海 那磅针呢 大概是用6号到7号 不过以老师通常 通常以我的感觉呢 我通常都会用到8号针 通常 我跟你讲 当然啦 越大的帧号 帧数越 帧数 这么大的距离 帧号越大 是不是帧数越少 对不对 那 你有的时候 你会发现 很爱支粗的线 跟粗的作品 是因为 它可以支的快一点 好那这个很可爱 这个很漂亮 这个非常好看 这个是一个小微波 只用三颗线 只用三颗线 好 我的 头发 跟我的耳朵先出来 好谢谢 接下来呢 很可爱的是另外一组线了 是一个小小的叫拉力 拉力毛线 拉力毛线有7个颜色 那它只用一颗线就可以完成 其实这个在 我们在之前的 前面几个品牌的 这个秋冬现场作品 已经都做过很多这种 一颗线就可以完成的作品 那同样的 它们也有出 那看很漂亮的颜色 像彩虹 拉力毛线 拉力 这个第一个 在这里 在这里 一颗630 只要一颗就能完成 它的长度呢 一颗线呢 是100公克 有92公尺 好92公尺 然后呢 羊毛70% 奶龙30% 防塑处理的关系 磅用15-7mm 是不是够大 好 支起来就很开心了 那它这个是一个很经典的 配色的方式 所以它的那个 非常活泼的这种色彩的间隔 好所以很漂亮 那看到这个线就让人家很开心 所以他们说这个线给人很愉快的感觉 我已经都快要啼笑了 你们还没有吗 这实在很可爱 那这个是属于这种小作品 就这样 小小的 这样你看 什么糖果 一颗线就可以完成小糖果 大人唯一都这么好看 何况是小妹妹 你们家的你的小孙女 对不对 你的 别人的小孙女 你的女儿 别人的女儿 别人的儿子 儿子 儿子可能围不住了 小女生围这真超可爱 大人其实也很漂亮 我们很好玩 我老师曾经有一次很无聊的试过 有一次做捷运 因为我的大衣 我的冬天大衣 是一个很漂亮的红色 我还有绿色的大衣 很亮的颜色 我就突然发现 我站进去捷运车站的时候 我的妈呀 看过去全部是黑色 台湾人很爱黑色的冬天的羽绒大衣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是因为大家觉得说 黑色比较那一张吧 那好 如果你是一件黑色的大衣 老师给你个建议 放一个鲜艳颜色的围巾 穿在你的羽绒衣外面 你的脸色会 如果全部都是黑色 你的脸色反映上来的颜色是很暗淡的 可是如果我的脖子 这个地方是一个亮彩的东西 即使身上穿的是全黑的羽绒大衣 因为这个亮彩会让你的脸自然而然的 就会怎样 就会亮 就会漂亮 不是漂亮的漂亮 是指会明亮 你的脸会被这个颜色 灯光 不管是灯光还是日光 它因为光线打在这个作品上 反射出来你的脸色就会很漂亮 一颗线就能完成六百三天一包 最后一个作品了吧 是不是 最后一个作品 我们来看一下小木屋的小作品 小木屋的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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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很简单的 我们是用这颗线 对不对 小木屋 小木屋 Foolhouse Family系列 家庭系列 在这里 是这一组线 这一组 这一组 这一组线 我们用两个颜色 一号用一颗 六号用四颗 总共五颗线 然后可以做成这样子一个包包 这样可以做成这样一个包包 那这样子的一个小提袋呢 我看一下 它一共 就是只有讲线 它就只有讲线 我们没有去算到这个皮底 材料包的费用五颗线只要一千六 皮底要另外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可以织成圆的 你也可以织成 这什么东西 这样这样才对 横圆形 你们看到这横圆形 它有深蓝色跟米白色 因为有长的 有圆的 它有大的 有小的 因为不小的同学会喜欢哪一种皮底 所以我们原则上 没有去算皮底的这个价钱跟费用 所以呢 如果同学要做这个小提包的话呢 请你私讯留给我们的时候呢 我们会在那个上面会询问你 你要 我们会提供给你资料 告诉你 你要哪一个皮底 然后才会再拿那个这个 它其实不是皮底 它是合成皮 它是合成皮 可是话说回来了 Olympus的合成皮是真的不错 为什么 这个包包 大概是好几年前吧 老师在班上交货 是用那个三个颜色的 另外一组线 配成Burberry的颜色 老师的底部就是用这一个 我不知道你们用的状况如何 我用了好几年 这种合成皮的底都没问题 可是呢 老师也为了省钱 帮同学省钱 我曾经试过用 不是日本的合成皮的底 那结果是什么 我大概用一个夏天而已 这个底下就什么 就均裂了 它就直接就裂 产生裂纹 然后那个皮呢 就翘起来了 就剥落了 然后你就觉得就没菜 因为当时多花一点点钱 我的底部是不是很美 所以 还是品质啦 老师那句话还是这个 就是品质 日本的这个东西的品质 材料包的品质 是非常好的 那这个用的 这个算是小的 这个配的是小的 那个合成皮的皮底 它还有一个大 比这个还要再大一点的 大圆的皮底 那这个是长的 这个比较长 这么长 差不多老师的手臂这么长 老师的手臂这么长 24公分吧 25 26公分 蛮长的 2627 看一下 这个是大的蓝色 这个长度是 阿祖母后 老花眼 通通看不到 好 算了 看不到 好就是 这个 这个作品呢 它这个就是用长的 那其实就只是 长的就可能多用眼线 可能就是多一点嘛 那就这样 好 这就是这一次的 Olympus的这一个 所有的作品 好 那这个配色 在这个地方提板 那跟同学介绍一下 如果你有时间 我当然是建议同学 你可以自己织提板 很漂亮 可以搭配你的袋子的颜色 直提板 如果你没有时间 你又很想要 有一个有质感的提板 你希望常常摸的时候 不要因为摸的地方 它产生毛球啦 或者是说 因为摩擦会脏啊 那你可以干嘛 你可以直接买 真皮提板 好 真皮提板 真皮提板的好处是什么 就像你的LV的包包 LV柜是跪在哪里 LV柜它的真皮的提板 摸久了 是会变成蜜蜡色 所以 不要买合成皮的提板 提板建议同学 还是买真皮的 因为你会因为你的 越摸 一直摸 一直拿 它的颜色会越来越水 水光有亮 漂亮啊 是不是 好啦 我们的Olympus的快散作品直播 就到这边结束 祝大家 差点要讲中秋节 祝大家明天 国庆日 10月10号 今天10月9号 预祝大家明天国庆假期 廉价愉快 祝中华民国生日快乐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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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